HELLO 大家好,我是數位黑膠兔Yoyo 今天要帶大家用iPhone來拍101車軌 那會推薦這裡的地方主要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這裡很好上手 你不需要去爬,你只需要騎機車就可以拍攝 那因為我們本身這邊相機撞了一隻腳架嘛 所以這次我們就再多帶了一個就是 就打輸入訊軟的支架 那還有一個救世主夾 因為我怕到時候夾上去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最後我們再轉接一顆雲台街的手機座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我們帶了Bongogo的CF2 那我們就來拍拍看吧 OK,那我現在把支架架好了 就是直接把支架掛在欄杆上 然後我這邊就把手機固定上去 那我目前其實是沒有使用濾鏡的 我是用ProCam的這套APP 因為它可以設定就是我要可以設定長期間曝光 然後如果你沒有用任何減光鏡 你會發現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 當你一長時間曝光 只要時間一開跑以後 光線軌跡的線條會非常的長 就算我的ISO開得非常的低 大家透過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ISO開得非常的低 光線很容易很快就爆掉了 這個是大家比較不常見 不想要見到的問題 所以可能時間一長以後 大家可能就會開始搖黑卡 那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說我們就決定要把這個 我這次有帶CF2的警光鏡裝上去 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正式來拍囉 OK,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就把 就是CF2的警光鏡裝上去 大家會看到其實變得非常的黑 但是我要的是等一下車軌這個部分 是不要太曝光的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進行朝日間曝光 那大家可以看畫面 其實光線就開始錄光了 但避免光太爆 其實正常來講 要準備一張黑卡去把它光影擋住 當你覺得說光太爆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擋住 因為寧可回去拍得不要太亮 到時候你只要後置調整 如果你拍到已經很白 容易爆掉的狀況下 那你回去是沒有辦法調整的 那其實你實際拍後會發現說 其實手機的拍攝 手機現在很聰明 可是手機的拍攝如果要硬要去調整參數 其實它有點困難 因為它太多東西 它做得很聰明 讓你很難去上手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方向的車軌進來了 我就繼續把畫面打開 讓它繼續進光 很可惜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一般都會收到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顏色的光 那白色的光通常都是最容易爆的 所以其實我們很想要收集紅色的 然後我們會在不想要曝光的地方 用搖黑卡的方式讓它不要去進光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是直接用 蘋果內建的光角鏡 所以你裝上去能擋的光有限 我只能盡量去避免掉 我覺得下面部分不想進光的部分 OK 那我現在就算把鏡頭遮起來 我即將要等一下 就是從我這個方向往前面的方向 跑的一些光線讓它進來 那目前來講的話 101的曝光還是不夠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找一個適當的時機 把檢光鏡拿掉 讓大家直接 就是讓101可以繼續吃光 那就現在就等它車軌跑完 那其實以目前來說 曝光時間已經超過1分46秒了 主要上檢光鏡的用意 也是為了要讓車軌的線條不要太粗 不要太爆 不然不上檢光鏡的話 容易發生這樣的狀況 但正統來說應該多準備一張黑卡 那就等一下下囉 我之前其實來過一次了 我才發現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那次拍了以後 我們又回去重新調整 那接下來就等它換燈 那今天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風景滿好的 而且今天沒有什麼雲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希望說大家其實在成坤 那時候其實會有藍色的天 整個到整個 整個天空會很漂亮 就是又有藍色的天又有夜景 那種顏色其實天空是渲染的感覺 就像颱風天有出現過大景一樣 好那我現在它即將要準備換燈了 就讓它稍微吃一點光進來 好這裡的顏色會比較偏向是紅色啊 紅色的線條會跑進去 因為下面很多車子同時在跑 這樣子 那同時在吸光 但相對如果你想要讓這個畫面 就是線條跑差不多的時候 最後我們再讓101稍微做一個曝光 讓所有的畫面 全部都進光 那這樣照片就完成了 那就看一下狀況 看一下時機 看一下目前線條的狀況 但紅綠燈的時機可能也要抓一下 因為其實 其實這裡是一個非常非常好拍的景點 你只要有時間有經過 帶一個腳架 你就可以隨時來拍 好那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讓101去吃光 我就把它濾鏡拿掉 那接下來就是可能用搖黑卡的方式 我繼續讓 繼續讓101吃一點光進來 繼續吃繼續吃 然後吃到畫面差不多正常以後 這張照片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我覺得差不多 再讓101亮一點 五四三二一 好OK斷掉 好大家看一下喔 等一下 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放到 我等一下可能就放到 電腦裡面讓大家一起看 那這就是這一次可能 教大家怎麼用 減光鏡去拍攝一些 效果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喔 哈囉 那最後啊我們要準備回去了 那我就把那個 心盲鏡 就是夾式的心盲鏡 就直接裝上去 那我們來試給大家看 看得出來嗎 線盲鏡它會直接帶光暈出來 這樣子 稍微看一下 就是只要有燈光的地方就可以閃爍 那到時候這個部分 我就直接 拍一張給大家 我喬一下亮度喔 拍攝一張給大家 拍一張 再多UV一張 OK 那再一起秀回去給大家看照片 好那我們就回去吧 哈囉 那我們今天的手機外拍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想 就是如果你想要手機拍 我覺得沒有很困難 也不需要太多的器材 其實就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現在APP整合非常的強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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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